我疼自护戒 我若想地狱 地狱自消灭 我若 法师们 佛友们 亲友们 阿弥陀佛 大家晚间吉祥 希望此刻献上的您和您关心的所有友情众生 都身心安稳 平安无忧 欢迎您出席谭香寺的寺院在我家 道场在我心 献上普门品共修会 一起通过云端科技参与由正典法师主法带领的普门品共修会 在我们还没有进入送念经文之前 我们将邀请善之时为大家分享佛法 今天的分享主题非常有意思 学佛也需要知识和学问吗 佛法常被誉为智慧的法门 但我们也知道 佛陀教导的贺心是直指人心 明心见性 那么在学佛的道路上 我们是否也需要借助知识和学问呢 知识和学问能否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佛法 还是可能成为修行的障碍 感恩今天的因缘具足 我们很荣幸再次邀请陈日龙居士与大家解法员 分享的主题正是学佛也需要知识和学问吗 陈居士除了常常在线上普门品和我们分享佛法 他也是我们普门品线上工修会 以及谈香活动的金牌司仪 精进学佛的陈日龙双硕士 毕业于马来亚大学理科硕士班 以及国际佛教大学佛学硕士班 陈居士也是谈香寺的在家僧团成员 以及谈香晚情院理事 目前陈居士是一家公司的光学工程师 现在让我们双手合十 我们邀请陈日龙居士先带领大家三称佛号 我们现在来一起三称佛号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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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 诸位佛友 还有诸位菩萨 大家晚上吉祥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 是学佛也需要知识和学问吗 这是摘自圣言法师的著作 《学佛群仪》里面的其中一个主题 然后为什么选这个主题呢 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发现到 过去的星期六和星期天 韩项寺有举办的一个叫做 国际青年佛学 国际青年佛学学者研讨会 里面有分享了很多 有英文和中文的两场 里面分享了许多不同的佛教的题目 我想说 哇 这些青年学者都很不错 知识范围的很广 所以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因为有很多你们的知识 是有时候是我们很难接触到的 而且也很难有人跟我们讲说的 他们研究的广和深 也是令人大开眼界 所以我就想说 这个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所以就选了这个主题 学佛也需要知识和学问吗 给大家做分享 传说 大家都有听闻过这样一个传说 就是禅宗的六祖大师 慧能大师 大家都相传说 他是没有读过书的砍柴人 但是圣元法师就不大赞同了 就根据六祖谈经的内容 还有学者们的考场 六祖慧能大师 虽不是学者 但不可能目不失敌 佛教祖师当中 中国佛教祖师当中 除了传六祖慧能为文盲之外 再也没有第二个了 这个六祖大师是文盲 也只是传说了 所以就是从印度 释迦牟尼佛开始 传承 直到中国历代的祖师 各个都是伯通五名 还有内外学问的知识分子 或大学问家 其中五名就包括 公巧名 一方名 声名 还有什么 还有内名 还有一个英名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都学问 在印度的时候 所以大家都有 祖师们 都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 都很博学的 所以不能说 学佛不需要学识和知识 然后再讲到上上等人 一般是指他们不需要教育 也不需要文化 自然天成 有这个天性 所以对事情一通百通的 能够掌握根本的理论 然后又贯彻全部的势力 他们就是有这种本事 所以我相信各位 可能一些同学 你们会发现 你们身边一些同学 都有一些 的确是有这方面的天赋 所以讲一个 他就通三个这样子 所以十分聪明的 他们也知道 学法是名理而穷本的 就明白那事理 然后追溯到 很深很深的理论里面去 然后学佛是见性成佛的 都是很利根的 当然这种人 上上等人是不需要知识 学问的 可是当他们开悟之后 见性成佛开悟之后 为了利益众生 因为众生都不像他们 这样子利根的 都还 为了这个方便 要利益众生 他们还是必须要通过 一些经教 充实一些知识 作为这个 度生的那个工具 就利益众生的工具 所以就说上上等人 其实也是需要通达经教 还有一些知识 来方便度众的 至于中上等或中下等的人 就中等人 他们必须就依据这个经教 然后需要参访民师 然后给民师们从中教导 修行的准则 学习的方向 这样子就有经典的依据 有民师的那个在照顾着 在护念着 就会避免这个盲修下恋 然后要遇见民师的前后 他们都是以有经教为根据的 如何抉择这个民师 或者分辨他们的真假 那怎么样分辨真假呢 如果那位所谓的民师 他就是遇到善知识 他是顺呼着经教 就顺着经教的 然后深入这个法理的 洞察和明白里面的法义的 这些是真正偷彻明白的 这些是真的民师 如果只是以自我的预测 修持的感应经验 然后自由的解释经教 乃至诡谤正统历代祖师 或三宝的人 遇到这种人 就要比较小心 极可能他们是属于邪师 而不是民师 所以我这里在下面 有做了一个注解 要分辨民师 其实美物师傅在讲述这个 菩提道次第讲记的时候 在第53页 这个电子书 53到54页 里面就列出了 善知识的十个德项 如果大家用十个德项来去分辨 慢慢观察 然后觉得这个善知识符合这个死项全能的话 是不是说大家要牢牢抓住 就要死心塌地的跟他学 所以 因为要具足这个十项全能 是很难遇到的 所以里面有讲解到 如果是说我们还没这个因缘 遇到十项全能 即使他有五项也好 三项也好 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对象 所以其实都有根据的 都有经教根据的 来去分辨和选择这个善知识 所以我就把这个URL 就是他的网页放在下面 大家如果有机缘的话 可以上去找这个电子书 然后进来读一下 然后圣经法师有进一步的讲 如何选择这个名师 我们应该深入经教 然后确认佛法 再去寻访名师 因为有了这个底子 我们才有这个缘 有这个条件去遇到老师 有一个说法是说 当学生准备好了 老师就会出现 所以如果我们不深入经教 就我们没有准备好 所以即使老师出现在面前 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老师 所以这是第一点和第二点 这个名师就是第一点 如果我们深入经教 有很多疑问的话 这个名师 他可以一语就道破 就为我们解了这个名 所以这个是名师 高名的地方 但是如果我们一无所知 就所谓的母茶茶 就去参访名师的话 即使名师出现 我们也会以为他是一个普通的凡人 所以就会错过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还是要把我们先准备好 所以当名师出现的时候 你就听得明白他讲什么 你就可以分辨 他是不是一个名师 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如果因缘真的不具足 但是我们已经有深入的 深通的这个经教 如果走遍天下 也还没有等到所谓老子的出现 这个也暂时不要紧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也至少不会误入企图 而找到这个写师 写知写见的那些 所谓的不是名师 所以只要掌握对的方向 给自己一点时间 我们的修行就会 这个疑惑就会层层剥落这样子 然后虽然还没有办法 一下子明心见性 就是一般讲的 将无名黑气筒 顿时兜底的打通 还没有做到这点 但是比较起来 还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所谓中等的人 通过经教 能够辨别和选择名师 然后避免这个盲修下恋 至于修佛人 又怎样子 一般上是说 如果我们没有时间 有一些人就没有时间 或者没有那个环境和条件 因为当初四字真的不多 但是只要他相信 然后报定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六字鸿鸣 其实也可以 不过如果真的有时间 还有条件的话 我们还是鼓励说去充实的 因为再看回去 历代净土祖师 就包括慧允大师 台湾大师 道座法师 敬导大师 廉祖法师 偶艺大师 印光大师 等等 都是宝学之士 然后是佛教历史上的大思想家 所以怎么说 念佛就不需要经教呢 你看这些大师 都是宝学之士 所以并没有事说 修净土就不需要学经教 没有这回事 然后圣传法师也说 如果不通这个法义 或者仅仅念佛呢 又怎么知道念佛可以往生净土呢 所谓净土又有几种呢 大家如果没有去查的话 多少净土呢 然后如何往生 要怎么样子条件才可以往生 如果知道什么条件 要如何着手去修 如何去念佛 这些都需要经典 还有或善知识来引导 这些都是要知识 还有一些学识 所以总的来说 净土祖师也是宝学之士 也是大师想家 所以念佛呢 也其实需要经教的 除非刚才讲的那个条件 真的不具足的话 就抱定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也OK 不过条件允许的话 还是鼓励大家学经教的 如果我们自认为 也不是利根 松根也不算 是属于下下等人 一般上呢 是指这种人 是属于 一般是不知怎么样发问 但是知道怎么样照做去做 乖乖的 老实的照做去做 但是如果 他们能够发问 而且有经常需要去帮他人学佛 信佛念佛的人 因为大家学佛之后 都很发喜 都会有这个日程 想大家招更多人来学 如果有这样情况之下 当然经教就更加重要了 如果没有知道 这些经教和法译呢 怎么样能够产生 这个劝化的力量 劝别人一起来学佛 所以法师说说 如果没有这个底子呢 就好像盲人影盲人这样子 结果会盲修下恋 邪政不分 心态不明 目的不纯 所以最后就比较难达到 这个自利乃至利他 或者往生净土 这些条件 所以总的来说 即使下下等人 也能学习经教法义呢 最后自己受利 别人也受利 但是有一个 法师要我们注意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人在用功的时候 就在修行 不论是参禅 念佛 修显 修密 都要求心无恶用 都要专心一致 就不要一边修行 就一边 比如说一边参禅 一边思考经教 或者一边念佛 一边思考经教 这个受益就不好了 就不大了 它会造成障碍 因为一般上我们都说 一心念佛 不能说一边念佛 一边又去思考 那个经教的地方 所以会造成障碍 所以比如说我们参加佛器 念佛 大家就专注在佛号 就不考虑 就不去思考 这些经教里面的内容 还是怎么样子的 因为最终要达到一心不乱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寄中力 寄中在佛号 所以那个才是我们应该专注的地方 但是经教的掩读 它的利益发生在什么时候 就是我们知道修行的时候不可以 但是修行之前可以 我们可以去掩读 因为这个能够让我们认清指标和方向 所以应该修行之前 我们是可以多做掩读的 然后修行之后 你可以去研读这些经教 然后作为印证我们修行的时候的情况 然后当然可以研读来指导一些后学 所以这边要切记的东西 就是用功的时候 应该心不恶用 就不要去心思 用分心去思考这些经教 要一心专注在禅禅念佛或者修密 刚才有提到这个国际青年佛学学者研讨会 它在过去的星期六 星期天举行 里面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主题 就是包括黄永仁教授 他有一个专题演讲 讲马来西亚吉达州的佛教文本传统 也讲到一些在本土 就吉达或者玻璃市所发现到的一些古迹 一些考古的一些研究 相当有趣的 如果大家有缘再听到黄永仁教授的讲座 大家可以去听 然后这个研讨会有分成两场 一场是英文为主 一场是中文 所以每个都有两位的主持人 还有十位的学者参与报告 演说他们的研究报告了 英文的我就不在这里列出了 就列出中文的十篇论文 给大家过目一下 比如说这些可以从敦煌 佛教的研究是这么阔 你可以从敦煌的文物 然后看佛教医学的密教化现象 或者是从某一个祖师里面的论文 论著里面 然后去研究某一个字的定义 这学者都研究的很神的 就是都要抓到很精准 对一些字的解释 和他的了解 然后摄大成论里面 某一些字的 他的意解和意欲 意欲的探索的探讨 或者一些形态 关于有漏无漏的主张 然后关于一些华言宗 然后这个医学师弟论 这一些心意尽性 和什么他的正诚的出探 他们就做一些比较 然后 直观以心经来辅助 这个广泛的焦虑症和心理治疗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有趣的主题 然后也研究 玄学与佛学之间的一些牵合 会不会一些相通和相异的地方 然后关于天台宗 这些叛教 这些研究 或认邪经 那些刹那观 这样子的研究 所以这个只是 十篇论文 其实报名的听说超过一百 所以你看 单单这十篇里面 我们就知道他有多广泛 他的主题 所以都很有趣 这些研究 都值得大家去探讨 所以佛学真正是绝海无涯 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 大家也可以进去了解 国际佛教大学 佛学的课程 里面包括什么呢 就是从第四个文凭班 到第一的学位班 就是BA了 然后也有硕士班 乃至博士班都有 硕士和博士 中英文都可以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说 我熟悉英文的 或者熟悉中文的 都可以来学习 然后给大家也浏览一下 里面的内容有那些 相信其中一些是值得 大家感兴趣的 如果大家对印度佛教史有兴趣 比如说大乘佛教 然后又包括宗观 余切师弟 一些景派 中国佛教思想 中国里面的一些八大宗派 阿比达摩 有些特别有兴趣 然后如果要专研天台中的 也有 宗观学也有一个特别的学科 然后阿拉耶斯 这个韦士的教义也有 禅宗也有 然后乃至香港一位教授 他也有教中国佛教建筑 及园林艺术 都有讲解做 华言宗 藏传佛教文化研究等等 我相信里面有些主题 都是很有趣的 大家可以进去网页里面看看 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鼓励大家报名 OK 对好 就总结 以下我会列出一些参考的网页 如果大家有兴趣 进去里面读一些我们的学者的研讨会 这里惠金老师有做了一个报道 他的link在这边 佛教大学的课程这里都有 远程佛教的教程课程也有 大家可以参考这些 OK 所以今天的总结就是说 诸师都是学是焉博的人 所以无论我们是上上等人 也需要通过经教方便度众 如果认为自己是中等人 经教也能够让我们辨别 和选择名师 避免忙休下恋 下下等人 若能够学习经教的话 也能够达到自立利他这个好处 所以有种种好处 OK 所以今天我的分享就到此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感谢日龙书兄 今天主要是依据圣灵法师的 学佛群怡为我们解过 那学佛既然是修行之道 也是智慧的学问 虽然上上等人可以直接通过 实修建信悟道 但对大多数的人来说 有知识 有学问 也就是去学习经教 理解法义 是能够帮助我们确立 修行的方向 避免忙休下恋 并找到真正的明师指引 此外 经教的学习并不是修行的干扰 而是修行前和修习后的重要基础 它不仅让我们深入佛法的核心理论 也能在修行后检验自己的心得 进一步指导后学 利益更多众生 那如日文师兄所提到的 祖师大德都是学士渊博的人 进普的祖师也是宝学知识 大思想家 念佛也需要经教 因此呢 我们学佛绝对是需要知识和学问的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鼓励大家可以深入经教报名 国际佛教大学的佛学课程和远程教学课程 让理论和实践并重 在修行中实现智慧的融合 让我们再次感谢今天日龙师兄 非常踏实的佛法分享 祈愿今天日龙师兄的分享 能够帮助我们大家在学博的道路上 找到更清晰的方向 也让我们对经教和修行的关系 有了比较全面的理解 谢谢日龙师兄 感谢您的观看 多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